小老弟,今天這一集是講這個拍照的問題 那還是有小老弟私訊我說那個拍照的一些設置 那其實我知道這個原因 因為現在14 Pro Max,它真的很重 它比較重 它240克,那你裝保護殼下去 那現在坊間一般 大概這種塑膠的殼,即使它有做刻痕的 你側面這樣子在拍的話 其實都很滑,其實都不好拍 就是說如果你是用這種防摔系列的殼 你大概在拍都太滑 那我今天推薦一個就是說 假設你不要用攝影的裝置 就是我告訴你們說哪一個殼是 我現在用到所有的殼裡面就是第一名 我建議說如果你今天那一天要出去拍照的 你就不然就買那一個殼就可以了 好,那哪一個殼是哪一個? 哪一個殼就是iFace的 就是這個 我這iFace這個是買透明的 我相信它應該還有其他的型號好像是 它好像還有那種硬殼的背板或者是其他型號 你們可以去選 那為什麼iFace我跟你說它很適合拍照 就是它這個旁邊 有這個 它做這個圓弧的造型 所以你在握的時候 你在拍照的時候 第一個這個 它的這個手感就很好 而且它這種塑料 我建議其實可以買透明的 因為透明的這個它比較便宜 它這種塑料你在摸其實它有一個止滑感 所以你這個在哪在拍照或者你這個玩遊戲 都很不錯 就是它很握的我覺得它這個設計是 我用到這樣所有的殼 即使它上面有顆粒有紋路的 拍照都還是很滑 我覺得 這個iFace這個是最最舒服的 所以就是我建議說如果你拍照你不要再買一些什麼手把的話 你就是去買這個 iFace的這個保護殼 它這個保護殼像這個是有漸層的 那它這個就是 它就是可以這樣子拍 而且很穩喔 它這個握把手握的這個地方 你在拍照啊或什麼它是非常的好去操作的 那你就不用去買什麼支架了 所以這一個 我覺得第一名的就是給這個iFace的這個 它這個圓虎的設計 然後這個你在玩遊戲也是非常好操控喔 所以 我覺得iFace這個透明殼它 我覺得就是拍照非常好用 那你們喜歡MagSafe的 我建議就說你再去買一個這個是 YouNew的這個 SN MagSafe Patch YouNew的這個超強的你就把它貼著 像我都有貼 那如果你比如說你今天這個保護殼啊 如果你說 如果我真的還是說像 市售很多這種 塑膠殼有顏色的 你還是很喜歡 或者像這種皮革殼 你還是很喜歡 那你有MagSafe的 不然我就是建議說如果你 還是不喜歡iFace這個殼 你覺得還要再買這個貼很麻煩 你就是像我講的 你就是去買這三個 就說第一個這個是 這個 Ulensy的這個ST28 然後這個是Murphy的 這個是行動電源 這個是有一萬 一萬毫安時的 這個是有行動電源的 他這個就是 他可以怎麼樣 就是說我今天然後你再買一個這個手柄 我今天就是買一個 買一個手柄可以接這個四分之一的這個 支架 那如果你真的是喜歡上述以上一些殼 你就是 你就不 你想要用MagSafe的話 你就是可以這樣吸著 像我這樣子就握著 握著這樣拍也是很方便 我覺得用握的這樣會比較 好拍攝 比如說我這樣點開 我就可以握握著手這樣子去 去做 去做拍攝 他比你用手這樣更穩以外 就是 更好去調整 調整你的 就是你要怎麼樣的方向 而且現在你這個是MagSafe的話 你就是可以去調整水平 比如說我們拍照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這個格線 你要開格線 那你就可以調整這個畫面的水平 然後去做拍攝 而且這個像我貼這個是 SR的 SN的 Unew的這個 SN的 還有這個磁吸都很強 這個 他這個超級強的 磁吸超強的 所以是非常好的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你也可以買一個這個 我說這個Morphy 我超推薦的 除了當行動電源以外 他下面有這個四分之一的腳架 你可以接大隻的 也可以接小隻的 像我要拍小的畫面 我就是拿一隻小隻的 然後他上面是不是有一個 MagSafe 我就裝上去 等一下吸一下 那其實這個也很穩 因為我現在上面裝的這個 這個外掛的是非常強的 所以其實他非常的吸的是非常老 那你也一樣 就是可以握著 就是這樣子去拍 你用這種把手 一定會比你用手這樣又會更好 所以就是 我很推薦 為什麼說這個行動電影是我最推薦的原因 因為他可以接腳架跟把手 而且我今天錄影或拍攝 我這個如果拍一兩個小時以上 我手機沒電了 我這個電源一打開 我這個電源 我這個電源一打開 它就馬上就可以充電 所以他就可以充電 那這樣子是非常方便的 我在錄的話 我可以錄很久的時間 所以今天這一集就是在跟你們講一下 攝影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就是 你說你手機拍照 你如果一直在找一個握把 我覺得你不如不要買握把 你去買這個iFace的這個透明殼 你可以買這個漸層的 那漸層的話也比較不會有變黃的問題 他再怎麼黃我這個都已經比變黃還黃了 所以你就不用管 就是漸層的 管那個變黃的問題以外 就是你再買一個這個 MagSafe的 你平時呢 可以用手這樣子很好的握 因為他這個握柄我覺得非常的好握 這個拍照的什麼握柄是很好握的 那如果你不要的話那你就是去買 這個 Ulensi的這個 ST ST28 或者又是這個 Morphe Morphe的這個 它是這個還可以當支架的 Morphe的這個 10000mAh的這個 這個充電 行動充 Morphe的 然後他也可以接這個 他下方可以接腳架 所以你就是可以 然後再買一支這個握把 那你就可以接 就可以接腳架 這樣子去 去拍攝 或者是說 J.Morphe的這個 這個腳架 就可以當一個腳架啦 就是 所以我說為什麼我市售很多的行動電源 我沒有推的原因是 我認為一個有功能性的行動電源 我不要帶那麼多顆了 我今天 這個會比較實用 好那今天這一集 就到這邊了 這個 殼倒了 就說代表 該結束了 好那今天這一集就到這囉